近期医疗报导指出 刑事警察局查获一次黑性医美玻尿酸入侵台湾 究竟施打来源不明的真剂产品 对于民众身体有何影响 在短期的胃药出现的病发症 可能会有一些过敏红肿痒的情况发生 或是说有感染的状况 那在长期的一些病发症的话 可能会出现所谓的异物的漏牙肿 也就是在注射后几个月甚至半年之后 民众才发现注射蒸集的地方 有一些异常的肿状颗粒的状况 民众该如何分辨这些来路不明的产品 医师及厂商都有相关应对方式 来呼吁民众不要上当 在我们的产品包装的后面 其实都有一个产品的序号 那这个序号呢 如果透过我们的一个官方网站 它可以输入 只要扫描我们的QR Code 就会进入一个我们做真品验证的一个网站 那在这个网站里面呢 只要输入我们刚刚提到的产品序号 点击之后 马上就会出现告诉你说 它是不是一个 爱立根台湾合法正式授权的产品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外观这边 里面有一个圆形的 tiffany 栏的标签 那大家可以看在这个侧边呢 有一个QR Code 这个条码标签 同一时间在它的后面呢 有一个说明页 那有包括中文的产品注册的产品名 还有公司的讯息跟联络的讯息 卫生福利部我们会有医室查询系统 那这个医室查询系统就包括说 医室人员以及医室诊所 所以民众只要登陆 台湾卫生福利部的网站 那进入医室查询系统 就可以查询到包括医师还有诊所 它是不是在一个合法的状况下 来执行美容医学的业务 提醒民众在选择医美疗程前 务必做好详尽的功课 确认医室端和诊所端的认证机制 有健全的医疗机制 才不会让不肖人士觊觎 对消费者才有保障 每一日采访报导